向您请调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弹一首世界名曲啊 别人弹的就比我弹的好听呢 我们俩练的这个程度都一样 钢琴基本功水平也都差不多 凭什么他弹的就比我弹的好听呢 您能啊给我们说说原因吗 好你问的这个问题呢非常有针对性啊 在我多年教学的过程中呢啊 很多这个啊儿童的家长啊 还有成人也反应啊 为什么同样是一首曲子啊 别人弹上来啊就好听 我弹上来就不那么好听呢啊 那其实这主要有三个原因啊 那在说三个原因之前呢啊 我先给大家弹一首曲子啊 然后大家告诉我 我是第一种方式弹的好听 还是第二种方式弹的好听 好不好啊 来那我先来弹第一种方式啊 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方式 好大家会发现啊 我弹的啊同样的都是啊 这个浪漫主义时期啊 著名的德国作曲下 柏拉姆斯做的一首摇篮曲啊 但大家觉得是第一种好听呢 还是第二种好听呢 有很多朋友就说了 哎闫老师你第一种弹的好听 哎没错 第一种就是比第二种听起来啊 要好听多了 要流畅多了啊 可你有没有分析过啊 我为什么第一种弹的比第二种好听呢 啊如果你搞明白了这个原因啊 那你弹出来的曲子啊就会很好听啊 那下面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啊 为什么第一种弹的比第二种好听啊 首先我们从技法方面去分析啊 我第一种啊 大家可以听出来啊 我用的是Legato连奏对吧 第二种用的是啊断奏 所以啊那你想想这首曲的名字叫什么 是不是叫摇篮曲啊 摇篮曲我们成年人有孩子的啊 都哄过孩子睡觉吧啊 你觉得是这么胖胖胖胖胖胖的去拍他能睡着呢 还是这么着轻轻的去一下一下抚摸啊 他更容易睡着呢啊 很多方就说了OK 那肯定是这种啊轻轻的去摇啊 然后轻轻的去抚摸呀 他才能睡着对不对 所以那就出来了 你左手应该用Legato连奏对不对 因为你摇篮曲是哄孩子睡觉的 不是拍他玩对不对 你拍一我拍一啊 很像第二种的啊 这种断奏谈法对不对 好像在哄孩子玩一样啊 但是他要睡觉了啊 你想用那种很轻柔的啊 很舒服的感觉去抚摸他去摇他才能睡着 对不对啊 要找到这种感觉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啊 除了技法呢啊 你还要找到啊 这个曲的的风格啊 什么叫曲的的风格 就是啊 这首曲的是这种斗志昂扬的啊 还是欢快跳跃的啊 还是带一些忧伤的啊 还是像刚才我这种啊 轻柔的这种抚摸的这种感觉啊 你要先判断好这个曲的风格和调性之后啊 你就能更好的啊 通过演奏去把握好这种状态 然后去啊 把那种摇篮曲啊 抚摸孩子睡觉的感觉啊 给弹出来了啊 这是第二点啊 那第三点呢啊 就是要把握好强弱和呼吸啊 就跟咱们说话一样啊 有快有慢 有强有弱 一扬顿挫啊 这样啊 才叫一个好的音乐 音乐和说话是一样的啊 你只能带着呼吸啊 带着这种啊 自然的流露的感觉啊 才能把音乐啊 摇篮曲啊 这个哄孩子睡觉表达的淋淋尽致啊 如果我第二种弹吧 没有一点强弱啊 像在操作一部机器一样 没有任何感情啊 你只有真正的带着 哄孩子睡觉的那种感觉啊 去弹啊 才能真正的啊 把这种啊 音乐的表现力啊 给它表达出来 有强弱的这种变化 有呼吸啊 我拉远一点镜头啊 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啊 好的摇篮曲是带呼吸的啊 恐怕这个孩子给吵醒了一样啊 所以你如果这么去弹的话啊 你理解到这个程度啊 把握好以上我说的三点 第一啊 就是啊 通过分析啊 曲折的主题啊 先判断曲折的调性啊 是抒情浪漫的啊 还是轻柔的啊 还是这种欢快跳跃的 还是悲伤的啊 你把握好这种啊 风格之后 然后选择合适的技法 比如里嘎头像这首啊 哄孩子睡觉 轻轻的抚摸连奏 对不对啊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要有强弱 有呼吸的表达出来 像我们说话一样啊 那这首曲子弹出来啊 就与众不同了 好那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啊 有什么不明白的 欢迎咱们相互交流啊 我还是那个不一定说你爱听的 但一定是为你好的 钢琴言老师 关注我 学琴不得完喽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